法国著名艺术家罗丹说过 生活中从不缺少美 而是缺少一双发现美的眼睛 大家常说 不善于观察世界的人 会因假忙使得生活缺少乐趣 而善于观察的人 能从平凡中汲取快乐 中国古代的诗人们 就是这样一群人 他们善于发现生活和自然中的美 即使在穷困潦倒 或是命途坎坷中 也要殴割大自然的美丽 书写生活中的情趣 感怀朋友间的情意 今天我们就来聊聊 一首快智人口的经典佳作 唐代诗人孟浩然的春晓 春晓 唐 孟浩然 春眠不觉晓 处处闻体鸟 夜来风雨生 花落知多少 对于中国人来说 春晓这首诗太熟悉了 可能很多人在一压学雨时 就背会了这首诗 作者孟浩然 是和王伟笔尖的 唐代山水田园诗派的代表人物 他出生于湖北襄阳的 一个书香世家 青年时代便饱读诗书 和大多数文人一样 孟浩然早年一心求仕途 但遗憾的是 他一生却从未真正不如仕途 寄情山水的他 善于发现生活和自然之美 留下了许多快智人口的诗篇 孟浩然早年隐居湖北的鹿梅山 后来到长安谋求官职 考进士不中 最后还是回到故乡 这首春晓 就是他隐居鹿梅山时所作 意境十分优美 写春天的诗很多 可是像孟浩然这样描写的并不多 他没有采用直接叙述 眼前春景的一般手法 而是通过一个春天早晨 自己一觉醒来后 瞬间的听觉感受和联想 来捕捉春天的气息 表达自己喜爱春天 和怜惜春光的情感 这首诗的前两句 是对春光的赞美 写诗人因春宵梦憨 天已大亮了还不知道 一觉醒来听到的是 屋外鸟儿的欢名 诗人仅仅抓取了 听觉上处处闻体鸟的感受 便想象出院外 或许是春光明媚 或是春花被风吹雨打后 落荫缤纷的样子 也或许是风雨过后 春花再次开放 满园岔子烟红 芬芳醉人的景致 而一句花落之多少 又隐含着诗人 对春光流逝的淡淡哀愁 以及无限遐想 其实最让诗人伤感的 不仅仅是那满地的落荒 和即将逝去的春光 还有隐藏在流年里的 种种遗憾 很多人在初读春小时 感觉平淡无奇 再读时就会感觉到 诗中别有天地 全诗语言简朴自然 没有华丽的词枣和奇特的艺术手法 也没有丝毫渲染和雕琢的痕迹 平淡中 蕴含着深厚的情味 千百年来 人们不断地传颂 仿佛在这短短四行诗里 蕴含着挖掘不完的艺术宝藏 好的 今天就和您聊到这儿 感谢点赞关注风雅吉 我是高南 欢迎您在评论区留言 聊聊您对这首事的看法 再会